第491章 群起而公之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这边 眼见着霍尊和姬宁霜杀来 叶晨哪还赶出来 就那样 猫在虚无空间里 但 叶晨还是太小看了霍尊和姬宁霜 两人不分先后的杀制 而且眉心都通天眼开启 很准确地就找到了叶晨的位置 今日谁也就不了你 霍尊首先出手 太阴一指洞穿了空间 攻击式无比准确地锁定了叶晨 机宁霜也动了 九天玄灵印无比霸道 玉手横空 临天而下 攻击也是奇迹般地锁定了叶晨 哄 碰 旋即 叶晨所在的那一片虚无空间都尽数崩塌了 身在其中的叶晨狼狈地逃窜了出来 娘的 属狗的 叶晨大骂了一声 二话不多说 扭头就跑 拿走 见叶晨出来 霍尊怒吼 脚下的太阴之海当场汹涌而来 要把叶晨当场淹没其中 叶晨身形如飞 一脚踏出去 近百丈 九天玄灵指 机宁霜天来般的声音已经响起 一指如神芒 戳穿了虚空 见状 叶晨忙慌脚 踏太虚神神行术 显知又显得躲开了 嗡 嗡 叶晨还未止住身形 便见漫天的灵光打来 恐怖的神通秘术 也是祭练不断 铺天盖地都是 那些与叶晨有仇怨的人 也纷纷出手了 想灭我 你们的道行还差远了 叶晨冷哼 大骂神顶祭出 绽放五匹神芒 护住了周身 而后他一掌横扫虚空 灵气碰棒 哐当落了一片 扑 就在此一刻 霍尊杀上前来了 手持一把金色的杀剑 一剑劈开了叶晨的脊背 叶晨吐血 翻手捏硬 一掌轰退了霍尊 破 但 姬宁霜的攻击也到了 依旧是玄灵之体的强大神通 差点当场把叶晨升劈了 滚 叶晨怒吼 一拳轰了出去 姬宁霜也被震退 叶晨这才得了空隙 转身就跑 而且开溜的速度 还不是一般的快 虽然他实力很强 但同时面对太阴真体 和玄灵之体 以及那么多仇家 自认还是干不过的 追 见叶晨逃顿 获尊第一个追了上来 追 身后 叶晨的那些个仇家 也各个神色阴狠 争鸣地扑了上来 阵仗之庞大 遮盖了虚天 杀气之灵力 都汇聚了一片滚滚的海洋 倒是玄灵之体 姬宁霜 眼眸微眯地看着那边 之前 他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的 最主要的是 叶晨给他的感觉太怪异 他这才想用神通 逼出叶晨出招的路数 只是 短暂的对决之后 他未能得到他 想要的答案 师妹 画云等人 纷纷看向了姬宁霜 追 但莫德吐露了一个字 姬宁霜脚踏三彩玄灵之海 再次杀向叶晨 眼见着这么多人 这么大阵仗 都想杀叶晨 四方观看的人无比唏嘘 这秦宇竟然还能逃掉 真是没想到 他的实力不弱 有人沉吟了一句 刚才那两姬就足以证明一切 接连轰退了霍尊和姬宁霜 紧紧这战里 就绝对可以名列风云榜前五名 你懂个屁 霍尊和姬宁霜 根本就没有动权力 轰 轰隆 随着叶晨的逃走 这样的轰鸣声 也不绝于耳 放眼看去 这场面真不是一般的壮观 进入神窟的人不少 但此时寻宝贝的人却是不多 基本都跑来看大戏了 再看叶晨 被追得满神窟乱窜 身形也不是一般的狼狈 轰 随着一声惊天的轰鸣 一座大山被霍尊一掌移为了平地 叶晨被震得翻飞了出去 落在了一块光滑的巨石上 一瞬间而已 太阴真体霍尊 悬灵之体 金鸣霜堵在了叶晨南北两侧 而那些各与叶晨有仇怨的弟子 也纷纷扑制 前后所有全给叶晨堵的水泄不通 各个杀气四溢 灵气温明 颇有要将叶晨一击绝杀的架势 你姥姥的 巨石上 叶晨狼狈地爬了起来 这次 看你往哪里逃 霍尊怒喝 向前走了一步 叶晨瞥了一眼霍都和金鸣霜 又瞥了一眼 四方围住他的那些人 嘴角不由地闪过一抹冷笑 而后这才狠狠地扭动了一下脖子 看来 小爷 我今天不动真格是不行了 叶晨狠狠地伸展了一下身子 喀巴 喀巴 旋即 叶晨体内便传出了骨骼碰撞的声音 继而 一道金色的长虹 从他的天灵盖上冲出 直观天消 滚滚的气源喷泊而出 磅礴的气血汹涌 似火燃烧一般 金色的神芒 覆满了他的身躯 璀璨夺目 刹那间 一种错觉 让四方黄以为 叶晨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尊战神一般 好强大的气势 这就是秦宇的真实实力吗 如此气场 也丝毫不比霍尊和机宁双弱呀 看来这小子 真的是隐藏了实力 如此战力 之前竟然只屈居风云榜第九十九 难怪能斩猴天煞和南宫绍 这么强悍的实力 压得半猪吃老虎啊 不只是他们 就连机宁双和霍尊 以及隐藏在人群中的风云第六罗刹 和风云第七杨昆 也都纷纷皱了一下眉头 叶晨如今爆出如此强大的气势 着实让他们意外 开干了 四人皱眉之际 叶晨一声长笑 只是 正当所有人 要以为一场大战即将开启之时 叶晨竟然莫名地消失了 对 就是莫名地消失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消失得毫无征兆 整个人都似是变成了空气一般 故弄玄虚 霍尊怒吓一声 太阴大应临天拍下 将方圆上百丈的空间压得崩塌 碰 随着一声碰的声响 霍尊的一掌落在了巨石上 只是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太阴真体的一掌 竟然未能将那座巨石打碎 好坚硬的石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那石头上 能抗住太阴真体 一掌而不碎 可见其坚固程度 和其强韧 不过 正当所有人目光汇聚过去的时候 那巨石嗡名聚颤了一下 一股异常强大的威压 轰然呈现 碰 吭腔 框档 很快 坑枪框档的声音便接连响起 悬浮在空中的灵气 皆因那恐怖的威压 而坠落虚空 空中的人也成片地跌落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人 当场就被压得跪在了地上 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 连太阴真体霍尊 和玄灵肢体机凝霜 也不例外 那石头什么情况 怎么会有种这么强大的威压 所有人都骇然 难不成是宝贝 有如此强大的威压 必定是宝贝 哇 议论声中 巨石再次颤动 一道无形的光圈 以巨石为中心 向着四方扩散出去 锁过之处 人影都被强势震飞了出去 无一人幸免 不止如此 巨石之下的大地 还有成片的震纹显现 透着恐怖的杀气 Pull 当场 就有人沾染了那杀气 爆成了血花 见状 所有人顿然色变 疯狂地后退 直至万丈之外 才停下身体 此刻 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只是脸色惊骇地看着那巨石 以巨石为中心 方圆万丈的距离 都成为了禁地 但凡踏入者 有死无生 本章完 第492章 活跃的仙火天雷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巨石十万丈外 无人再赶上前 师兄 看了看那巨石 嗜血殿的人 又纷纷看向了霍尊 连我进去都有死无生 他秦宇就算还没死 也绝无生还的可能 霍尊冷哼了一声 脸色阴狠地吓人 真是便宜他了 若是落在我手里 定让他生不如死 说吧 霍尊豁然地转身 走之前 还瞥了一眼不远处的 姬宁霜 双眸中充满了挑衅 这边 姬宁霜一脸的淡漠 只是静静看着十万丈外的巨石 眉眸中闪着异样的目光 到底是谁 好熟悉的感觉 姬宁霜心中难难 甚是疑惑 师妹 画云他们 也各个看向了姬宁霜 姬宁霜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地转身 带着郑阳宗的人 去向了别处寻宝 霍尊和姬宁霜先后离开 那些个与叶辰有仇怨的人 也各个愤恨地离开了 没有亲手将叶辰弄死 多使留有遗憾 不过就算如此 他们心里 也是无比的畅快的 唉 带那些人走后 现场留下的 就是一声声叹息了 如此阴洁 死得未免也太憋屈了 没办法 这都是灭 走了走了 寻宝去了 随着一道道身影离去 这里变得异常的空气 噗通 不知何时 才听到夜沉落地的声音 整个人都是整个一个大字 贴在地上的 哇 地面是异常的坚硬 连夜沉都痛得呲牙咧嘴的 带到亮腔的爬起来 都还在揉着自己的大脑袋 他奶奶的 夜沉一声暗骂 天地良心 刚当他确实要敞开膀子 大干一场的 也不准备掩饰身份了 谁晓得巅峰战力爆发 还未开干 就被扯到了这里 不过骂过之后 夜沉又下意识地 看向了面前这事件 这里没有花草树木 很是敞亮瓶矿 值得一说的是 这里的地面异常的坚硬 小东西 这是啥地方 夜沉瞅了一眼四周 便看向了大罗神顶中的那个 好似无所不知的小人 再看那个小人 被夜沉这么一看 变得有些不正常 慌忙说道 这地方很危险 美宝贝 咱们还是出去吧 我知道 有个地方有好东西 我带你过去 宝贝 听到这两个字 夜沉眼睛变得雪亮 不过 到底怎么出去来 夜沉环视着四周 看着看着 夜沉似是想到了什么 眉毛不由地挑了一下 再次饶有兴趣地 看着大罗神顶中的小人 你看我干嘛 这里很危险 美宝贝 咱们还是快点出去吧 被夜沉这么一看 小人变得更加不正常 而且还有点那么小紧张 小东西 干嘛那么紧张 夜沉双手抱胸 一脸玩味地看着那小人 紧 紧张 我哪有 没有 夜沉笑容更盛 这么急着让我出去 还不惜用宝贝利用我 我可不可以认为 这里 便是神窟最大秘密的所在处 你胡说 这里啥都没有 小人 不敢去看夜沉的眼睛 直接扭过了头去 没有财惯 夜沉直接封了大罗神顶 夜沉是何等的聪明 那小人种种反常规的举动 能逃过他的法眼 如此急迫地想让他出去 这里若是没有秘密 那就奇了怪了 这里 真的什么都没有 大鼎被封 小人在里面 急得是上蹿下跳的 老老实实待着 夜沉收了大罗神顶 小人越是如此 他就越更加地坚信 这里不简单 不然小人不会那么紧张 一步步地走出 夜沉清楚地感受到 这里的大地是无比的厚重 而且 夜沉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 每走一步 这里的空间重力便加重一分 紧紧走出了上百丈 夜沉就感觉浑身 就像是背负了一个上千斤的重物 眉头微皱 夜沉不由地急进眺望深处 南南说道 若是我猜测不错的话 越往里面走 压力就越大 事实证明 就如他所想 越往里面走 他身上的压力就越重 碰 碰 的确 越往里面走 压力就越大了 夜沉每一步落下 都有砰的声响响起 直到上万丈的时候 饶是他都不由地气喘吁吁了 因为压力已经增加到了上万斤 就算是他 单海的灵力 也被压得归于平静 诡异 当真诡异 夜沉环视着四周 眼中还闪着明暗不定的眸光 但也正因为如此 夜沉才更加坚定那个信念 要去往更深处 看看这里到底有何玄机 如此 夜沉迈着沉重的步伐 再次前进 走出上千丈后 他开始发现有雄浑的气园迎面扑来 其中夹杂着磅礴的生灵气息 而且越往里面走 气园和生灵气息便越发地磅礴 我怎么感觉 正走着 夜沉走着走着 莫名地挠了挠头 Soul Soul 更诡异的是 他单海之中的 鲜火和天雷 竟然又一次不禁召唤飞了出来 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直奔一个方向飞去 靠 夜沉狼嚎了一声 脉动着沉重的脚步追了上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夜沉才气喘吁吁地停下了身体 而他的鲜火和天雷 此时正悬浮在一座骨牙之下 也不飞了 就那样悬浮在那里 你俩逗我的吧 夜沉黑着脸走了过来 招手将鲜火和天雷收进了丹海 这地方诡异得很 这要是一个弄不好 再给整丢了就不好了 收了鲜火和天雷 夜沉这才下意识地看向了骨牙下的岩壁 岩壁倒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斑驳 甚至还有些光滑 有岁月沧桑之气迎面扑来 但一切又多显得那些自然 而让夜沉诧异的是 岩壁上竟然有字迹 仔细您看 那应该是一首诗 这是哪位前辈 这么有闲情意志 在这里提诗 夜沉摸了摸下巴 看着字迹纹路 起码也有五百年了 恩不对 至少八百年 一边沉映着 夜沉一边 又把目光放在了那首诗上 此诗竖着排列成四列 笔画甚是苍境有力 而且满满透着哀伤和怨怼 浑霄夜散花夕月 残尘亦老亦悲凉 孤风飘零七楚雨 悬草忘忧满是伤 苍生何怨 苍天何怨 游曾望奈河桥上有军影 却不见三生时尚有清明 本章完 第493章 神窟最大的秘密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六界三道 好诗 夜沉默念了一边 不由地惊叹了一声 惊叹之后 夜沉又转眼内视了自己的丹海 目光放在了鲜火和天雷身上 我还不知道 你俩还有这种爱好 喜欢诗词 夜沉摸着下巴问了一句 只是 让夜沉错愕的是 鲜火天雷还在跳动 好似还想冲出丹海 老实点 这地方可不好玩 夜沉轻斥了一声 安抚了鲜火天雷 他这才再次看向了那岩壁 看着那一首充满怨对和忧伤的诗 这诗 夜沉摸着下巴 不知咋回事 看着那首诗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很快 夜沉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一拍大腿跳了起来 我说呢 这他娘的诗中 有我的名字 夜沉俩眼溜溜转动了一圈 看着那诗第一行第三个字 第二行第二字 组合起来 可不就是夜沉吗 还有师父的名字 夜沉俩眼再次转动 放在了那诗第三行第五个字 第四行第一个字 组合起来 奇迹般的乃是楚轩这个名字 夜沉 楚轩 这诗不错 鬼我了 嘿嘿 夜沉黑黑一笑 当即取出了一张御卷 好 随着夜沉一声狼嚎 这丝手持林立汇聚的毛笔 有模有样的在御卷上挥动着 把言毙上那首诗 整个都抄录了下来 最后还很自觉地提上了自己的名字 值得一说的是 他那个字啊 写得确实不怎么定 回去拿给美女师父 他会不会夸我闻才好 夜沉又是黑黑一笑 将御卷卷起来 收进了袖中 靠 正当夜沉乐开花的时候 大罗神鼎冷不丁地传来了 那小人狼嚎声 吓得夜沉机灵一下 一惊一乍的 你压有病吧 夜沉满脸黑线地骂道 那人好大啊 小人趴在了大顶边缘 仰着头 俩大眼云溜溜地摇看着天际 见状 夜沉不由地也转过了头 脸庞也如那小人一般 不由地抬了起来 我娘了个去 夜沉看得目瞪口呆 这也太大了吧 不怪夜沉跟那小人如此表情 只因远处那一幕太过触目惊心 遥望远处 那是一个晴天巨人 真真正正的顶天立地 他背对着这边 身体是虚幻的 背影雄伟高大 坚韧如山 好似世间任何力量 都无法将其撼动 哄 两人目瞪口呆之时 深处传来了轰鸣声 继而 便是金色的血气冲天起 磅礴的气源滚滚如海洋 小子 快快快 冲进去 被轰鸣声惊醒的小人 慌忙大吼 而且 小脸并非是开玩笑的神色 而是一脸的肃穆和庄重 什么情况 第一次见小人 露出这种神态 夜沉不由地迈动了脚步 那东西 差不多要走到了 那东西 夜沉一愣 什么东西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 小人一边盯着远方 一边急促地解释着 他掩盖了自己的修为 混进了神窟 为的就是深处那逆天的宝物 靠 此话一出 夜沉豁然停下了身体 骂道 那你压让我过去 不是找死吗 他也只是灵虚静 你怕他 灵虚静静我自然不怕 夜沉甩了甩脑袋瓜子 可万一那货解开了静止 老子很可能当场就被秒杀了 你懂个屁 小人骂了一句 他不敢解开静止 一旦真是修为暴露 神窟中的力量 会在第一时间将其灭杀 所以 出神窟之前 他也只是灵虚静 你要是这么说 那哥有必要揍他一顿了 夜沉当即迈动了脚步 我说 我都到这里了 你总可以说说 神窟中最大的宝物是什么了吧 一边走着 夜沉还不忘看了一眼 大罗神顶中的小人 小人瞪了夜沉 但还是抿了抿嘴唇 知道是瞒不住的 那是荒谷圣体的本源 小人终究还是道出了这个 他一直坚守的秘密 荒谷圣体 夜沉挠了挠头 那是什么血脉 牛逼步 此话一出 那小人不由地侧过来小脸 上下打量着夜沉 像看傻逼似的看着夜沉 问道 太阴真体和玄灵肢体厉不厉害 这不废话吗 他们在荒谷圣体面前 就是个星号星号星号 听到这话 夜沉猛地回过头 直勾勾地盯着那小人 你压忽悠我的吧 老子没那闲工夫 那小人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 玄灵肢体和太阴真体 充其量万年难见 那荒谷圣体 十万年都不见得能出一个 十 十万年 饶氏夜沉的定力 都不由地挣住了 那是逆天中的逆天血脉 一定意义上来说 混沌体都比不上他 这话就说大了吧 夜沉一脸不幸地看着那小人 混沌体可是完美的血脉 几百万年都不见得能出一个 荒谷圣体比得了 是比不了 小人倒是没有反驳 但是 从混沌初开到现在 能与大地匹敌的血脉 只有荒谷圣体 混沌体根本就不行 那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夜沉狠狠地挠了挠头 混沌体比荒谷圣体要强 为吗荒谷圣体能匹敌大地 而混沌体却不能 这就是天道循环 小人现在就像是一个老前辈 那道理讲的是一套一套的 大成的荒谷圣体 占不过大成的混沌体 但却能匹敌大地 大成的混沌体 虽然可以压制荒谷圣体 却占不过大地 大地虽然能斩大成的混沌体 却杀不了大成的荒谷圣体 所谓天道循环 一物降一物 就是这个道理 这么掉啊 夜沉唏嘘扎舌了一声 而后问道 那个 大地究竟是个什么修为 天境 准黄 黄境 准圣 圣境 准地 大地 自己算吧 靠 至尊一样的存在啊 夜沉扎舌了一声 这还是他第一次系统地知道 空明境之后的修为等级划分 这让他对顶中 小人的来历颇为好奇了 竟然知道这么多的秘星 你姥姥的赶紧的 慢了被那东西的了荒谷圣体本源 我们都要死 顶中小人大骂道 啊 夜沉慌忙加快脚步 单海里的灵力 强行冲出了体外 帮助他抵御那恐怖的重力 走到现在 夜沉越发地感觉到 背上的压力超越了五万斤 饶是有灵力护体 走路都有些艰难了 不知何时 他才远远看到了一个身披黑袍的人 也在艰难地迈动脚步 而且每一步落下 都会有砰的声响响起 他的目标 就是他前方三十多帐外的一汪金色仙池 那应该就是荒谷圣体的本源 夜沉远远瞟了一眼那金色仙池 虽然隔着这么远 他依稀能够感觉到 那金色仙池所蕴含的磅礴气源 滚滚的金色气血海洋 散发着耀眼的神光 期间还有真龙盘旋 凤凰丝鸣 白虎咆哮 玄武拓露之种种异象 更有大到郁郁的天鹰交织 这要是吞了 感觉应该是极好的 夜沉舔了舔嘴唇 这才将目光放在了那个黑袍人身上 两人前后距离 约莫上百丈远 那黑袍人的气息甚是诡异 阴冷哭泣 就像是死人一般 隔着这么远 夜沉还能依稀听到他身上有厉鬼的哀嚎声 以及汹涌着的恶怨之气 夜沉在看他的时候 那黑袍人不由地回头瞥了一眼夜沉 依稀可见 那双冰冷死寂的眸子 闪着圣人的幽光 是他 夜沉心灵一颤 脸色瞬间凝重到了极点 本章完 第494章 黑袍人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是他 看到黑袍人那双眸子 夜沉的脸色 瞬间凝重到了极点 他竟然真的来神哭了 夜沉眼睛微眯了一下 在他前方百丈远的那个黑袍人 可不正是天龙古城地宫中 被封印到那石头中的邪物吗 早在去十万大山的时候 夜沉就听南明玉树说过 那石头中的邪物 要来神哭 现在看来 果不其然 能伤独孤傲 这人到底有多强啊 夜沉双拳不由地紧握了起来 脸色也颇为难看 因为接下来 他就要面对那个 打伤独孤傲的黑袍人 怎么 你认识他 大鼎中的小人 也趴在了大鼎的边缘 瞅了一眼 那黑袍人 又望向了夜沉 夜沉轻轻点头 看着小人 问道 你是说 他在你之前 就已经进了神窟 我是看着他进去的 我才跟进去的 第一个进神窟的人 竟然连我的仙伦眼 都无法捕捉到 夜沉眸光闪动了一下 看来在我们为寻宝 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了这里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奔着荒谷圣体的本源来的 想到这里 夜沉再次看向那小人 话语颇有深意的问道 小东西 你早知道 神窟中有荒谷圣体的本源 被夜沉这么一问 那小人摇头晃脑的 就跟没听见似的 我都到这里了 你在隐瞒 还有什么意思 夜沉瞥了一眼小人 小人这才挠了挠头 说道 是俺们先祖传下来的 你们先祖 夜沉眉毛一挑 那你呢 你到底是个什么来临 这个真不能说 见小人如此 夜沉也没有再追问 而是再次将目光放在了前方的黑袍人身上 或许 我应该知道 这黑袍人 你的先祖 和这神窟主人的关系了 哦 小人不由地看向了夜沉 你倒是说说看 若我所料不差 你的先祖 那黑袍人的前身 还有这神窟的主人 必定是一个时代的人 而且说到神窟 肯定牵扯到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乃是古老的战场所化 其中葬着无数的强者 而你的先祖 前方黑袍人的前身 神窟的主人 当年必定都参与了西年那旷世的血战 神窟的主人 也就是西年的荒谷圣体 他战死后 躯体化成了神窟 这些 黑袍人的前身 应该是知道的 而你的先祖 应该也是知道的 不同的是 西年荒谷圣体 没有死在如今的十万大山 战死后的他 躯体坠落在这片土地 经历了无尽岁月 化成了如今的禁地神窟 荒谷圣体 何等逆天的血脉 就算是死了 也必定留下了圣体本源 而这逆天的神物 黑袍人和你先祖的后人 怎会不济于 说到这里 叶辰才意味深长地 瞥了一眼顶中小人 不知我的猜测 与事实相差几分 看来 我真是小看你 小人没有反驳 缩回到了大顶中 其后还有话语传出 的确 正如你所料 我的先祖 的确是西年那场 旷世血战其中的一个 他留给我们的今天秘心 就是有关这神窟的 既然你都承认了 那我也不必去问 前方那个黑袍人了 叶辰再次把目光 放在了前方百战外的黑袍人 他是当年血战中 一个强者的邪念所化 如此费尽心机的 自然为的 就是那荒谷圣体的本源 既然你呀都知道了 还不快点追 小人骂了一句 他何等强大你是知道 若是让他得了荒谷圣体的本源 那才是天下大乱 你以为老子不想追吗 叶辰骂了回去 我们在外面打了那么久 他都没有拿到荒谷圣体的本源 可见 这里的压力何等的巨大 说着 叶辰抬起的 叫砰的一声落下了 的确 走到现在 叶辰感觉脸抬脚 都困难了 没往前走一步 压力就会强大一分 虽然他与黑袍人只相差百丈 但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强 这百丈距离 就恍若天欠 想要追上那黑袍人 简直比登天还要艰难 你要是实在追不上 就别追了 听到叶辰抬脚 都无比的艰难 那小人干咳了一声 要不 咱们还是开溜吧 你们相差百丈 他肯定比你先得到荒谷圣体本源 走 叶辰盯着前方的黑袍人 冷笑了一声 荒谷圣体的本源 怎么能这么便宜给他 你们相差了百丈 你确定你追得上他 我是追不上他 不代表 他就能比我先得到荒谷圣体的本源 叶辰悠悠一笑 眼中还闪着锐利的魔光 他若死了 荒谷圣体的本源 不就是我的了吗 你逗逼的吧 你确定隔着这么远 你能杀死他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叶辰说着 仙火出现在了自己的左手 天雷出现在了自己的右手 旋即 仙火化成了火焰神功 天雷化成了雷霆神剑 叶辰左腿已经弯曲前倾 右腿后撤蹬直 整个身体都向后仰了 神剑已经搭在了弓弦之上 被其极境 拉开成满月 黑色的神剑 瞄准了前方的黑袍人 神火雷霆 一剑格式 随着叶辰一声轻斥 他松开了剑弦 正 当即 那黑色的雷霆神剑 如一道黑色的神芒 直奔那黑袍人而去 刺不量力 黑袍人只是瞥了一眼 却是未曾理会 果然 叶辰射出的雷霆神剑 只飞出了十几杖 便被恐怖这里恐怖的重力 碾成了飞灰 不仅身体被压制 就连神通也一样被压制吗 叶辰眉头紧皱 难怪那黑袍人有恃无恐 他早知道我的一剑 根本就触及不到他 百丈距离 在天照和天道的攻击范围 放弃了这一条路 叶辰又想到了仙轮竞术 但 叶辰没有立即施展 因为他不知道 这里恐怖的重力 是否也会压制仙轮竞术 那是他的王牌 不到万不可以 是绝不可以动用的 想到这里 叶辰再次豁然抬脚 猛地踏出了一步 碰 随着他脚掌落地 瞬间有砰的声音响起 继而 叶辰被压制的气血 疯狂地翻滚 强行灌入了经脉之中 给他极大的力量 碰 又是一步 这一步踏下 叶辰只敢重力暴增了一倍还多 肩上就像是扛着一座大衫 压着他双腿弯曲 压得他体内骨骼开始裂开 几十丈外 黑袍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黑袍人的前身曾跟荒谷圣体是一个时代的人 但如今他毕竟不是西年他盖世的强者 况且还压制着修为 况且他也足够的深入 重力不知是叶辰的多少倍 先天钢器 开 后方 叶辰嘶吼了一声 将先天钢器铠甲附在身上 帮助抵御那强大的重力 碰 又是一步踏出 但叶辰刚刚凝聚出的先天钢器铠甲 顿时就裂开了 此刻 就连他投悬的大罗神鼎都嗡鸣颤动 时刻 都有要坠落的架势 叶辰知道 若非有大罗神鼎的护佑 他是绝难走到现在的 若是大罗神鼎坠落了 他或许当场就会被那如山的重力压得当场崩溃 小子 你要到底行不行啊 小人又爬到了大顶的边缘 随即还不忘 瞅了一眼前方的黑袍人 他距离荒谷圣体的本源 已经不足二十丈了 本章完 第四百九十五章 真正的考验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不行也得行 叶辰再次凝聚先天钢器铠甲 强行踏出了一步 那个 你要不把我放了吧 我可不想在这丢了幸免 我不留你 走吧 叶辰扶手解开了大罗神鼎的静置 见状 被封在里面的小人 当即跳了出来 哇 当场 小人便被恐怖的重力压得坠落在了地上 整个如一只癞蛤蟆贴在地上 丝毫动弹不得 该 叶辰骂了一句 老子头悬着大罗神铁铸造的灵器 都举步为奸 你压就那么直接跳出来了 没给你压的当场压死 就不错了 你他娘的还说风凉话 快给我弄起来 小人气喘吁吁的大呼小叫 还是让我回到大鼎中吧 现在知道 老子大鼎的好处了吧 叶辰没有见死不救 当场蹲下了下来 整个把那小人从地上抠了起来 而后扔进了大罗神顶中 这一次 小人变得无比的乖巧了 许是怕了 干脆就龟缩在里面不动弹了 破 前方 有雪光显现 距离那荒谷圣体本源的金色仙池 只有十丈的黑袍人 整个黑袍都爆裂了 露出了富满灵片的身躯 灵片的缝隙中 还有鲜血一出 似是也敌不过那强大的重力了 越靠近那金色仙池 重力就越强大 叶辰脸色变得极度难看了 就算是仙伦禁术 能灭了那黑袍人 我能不能抗下那强大的重力呢 一时间 叶辰变得有些愁愁了 干脆立在了原地 眼眸微眯地看着四方 这里一定有玄机 叶辰喃一声 荒谷圣体前辈 既然期望后人传承他的本源 便不会设下这么强大的重力禁止 我要怎么做 叶辰看了一眼前方的黑袍老者 他距离那金色仙池 已经只剩五丈距离了 叶辰开始有些慌乱了 若是真找不出玄机 他只能动用仙伦禁术一试了 短暂的一瞬 叶辰的思绪飞速地转动 身体被压制 气血真元灵力也一样被压制 这里的重力傲义 简直已经通神了 重力 说到这两个字 叶辰眸中灵光一现 我明白了 很快 叶辰眼中了 有了一丝明雾之色 嘴角还有一股莫名的笑意流露 不是重力 而是意志 不是重力 而是意志 随着叶辰一声轻难 他微微闭上了双眼 靠 你呀不会睡着了 见叶辰闭上双眼 大罗神顶中的小人 爬到了顶的边缘 只是 叶辰未曾作声 而是寻着身上的重力 去追溯他的源头 身体 灵力气源 神通 灵魂都被压制 但他的意念 却是不受压制 寻着那强大的重力 不断追溯他的源头 终究 在虚无缥缈之上 叶辰寻到了重力的源泉 或许 不应该是称他为重力的源泉 而应该称他为意志的源泉 就在之前那一瞬 叶辰堪破了这里的玄机 这里哪里是重力在压制人 根本就是意志在压制人 而那强大的意志 就是荒谷圣体的意志 只是这种意志 却是以重力的形态 表现出来的罢了 原来 我从一开始 就走入了一个误区 闭目中的叶辰 嘴角再次流露出了笑容 我要对抗的 不是这里的重力 而是这里的意志 我虽然扛不住这里的重力 但若是意志 那就另当别论了 想要得那圣体本源 需要的 就是不败的意志 和不死的决心 随着叶辰一声喃喃自笑 他缓缓睁开了双眼 眼中还有锐利金光闪过 说着 叶辰收了护体的灵力 而后 他扶手又将大锣神顶 收进了袖中 靠 很快 顶中小人的声音便传出来 你压的 不要命了 叶辰 置若未闻 任由身躯 被重力压得裂开 但他的眸光 却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一股有无敌的气势 和我心不死 我身不灭的意志 在同一瞬爆发出来 漠然间 叶辰似是听到了九霄云天的轰鸣声 似是他的对抗 惹来了冥冥中 荒谷圣体意志的震怒 圣体前辈 我敬你法力通天 但若拿一只压我 晚辈可要不尽了 叶辰说着 豁然踏出了一步 咔嚓 当场 他的皮肤裂开了一个大缝 骨骼也在寸寸断裂着 叶辰直接无视 强大的意志汇聚 死死对抗 又是一步 豁然踏出 噗 当场 他的身体再次崩裂一个口子 有鲜血喷泊出 叶辰漠然 任由身体崩溃 再次抬起脚掌 喷的一声落在了地上 小子 你压疯了吧 顶中的小人 大骂了一句 不舍身忘道 何以面对仙路荆棘 叶辰声音铿锵 抬脚 豁然又是一步 而在这一步踏下 叶辰顿感重力 消散了很多 一席间 他还听到了 九霄云天 有飘渺的笑声响起 而也随着他这一步踏下 他只赶身上的重力 在一瞬间泄掉了一大半 身体顿感前所未有的疏爽 随着他一步步的踏下 他的步伐也随之变得轻盈了 靠 大骂神顶中的小人 差点从大顶中跳出来 目瞪口呆地看着夜尘 这是什么情况 撤掉了护体的灵力 撤掉了护体的灵气 反而不受重力压制了 难道重力静置解除了 小人大眼睛咕噜一转 然后又嗖的一声 跳出了大骂神顶 哇 当场 这丝又一个大字 被压得贴在了地上 这不公平 为马压我 却不压他 小人气急败坏地大骂了一句 夜尘直接无视这丝 也没有再去 把他收进大顶中 因为前方的黑跑人 距离那金色鲜池 已经只剩一丈的距离了 要说黑跑人也真够出声的 考验的是意志 他竟然声声顶着强大的重力 走到了距离金色鲜池一丈外 这强大的实力 让夜尘都不由地扎折 不过 扎折归扎折 圣体本源 夜尘是绝对不会拱手相让的 So 浑身没有压力的他 如风一般 步伐轻盈 身形如鬼魅 三两锡而已 便杀到了黑袍人的身后 二话不多说 风神绝之绝杀一剑 直逼他的后脑勺而去 真 杀剑的争鸣 让黑袍人顿然色变 这 这怎么可能 黑袍人艰难地转身 之前只顾着快些得到 圣体本源 却未曾去看夜尘 带到去看的时候 竟不曾想到 夜尘已经赐出了绝杀的意见 黑袍人如何不震惊 他的实力强大 连独孤傲都被他伤了 更是动用通天的秘法 折盖了自己的修为 凭借着强大的根基 这才千辛万苦 走到了现在 可如今 一个修为只有灵虚静的小辈 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杀了过来 这是他如何 也无法接受的 破 随着鲜血飞溅 夜尘一剑洞穿了黑袍人的身体 这不可能 黑袍人咆哮 艰难地抬起了手掌 一掌将夜尘先翻了出去 没什么不可能的 翻身到半空中的夜尘 已经祭出了鲜火和天雷 一瞬间而已 鲜火化神功 天雷化雷霆神剑 网弓如满月 瞄准了黑袍人 灵天一剑 威力霸绝无比 本章完 第496章 涅槃 蜕变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嗡 黑色的雷霆神剑 就如神芒 甚是刺眼 这边 黑袍人已经再次艰难地 抬起了手掌 因为夜尘不受压力的限制 而他却还受重力的压制 速度其慢 根本都挡不下夜尘那一剑 破 当场 黑袍人背的胸膛被一剑冻穿 随着身体被冻穿 黑袍人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连鲜血都受重力压制 当场被碾成了飞灰 莫荒 还有 夜尘已经再次弯弓搭建 啊 黑袍人扬天怒吼 陈湛 你如此欺我 嗡 夜尘可不管黑袍人的咆哮 巅峰一剑 再次暴势而下 只是 这一次 那雷霆一剑 在黑袍人身体一寸外 声声停下了 啊 随着黑袍人又一声惊天的咆哮 一股惊天的气势轰然爆发 滚滚的恶怨之力汹涌 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海洋 海洋中还有恶鬼哀嚎 甚是可怖 破 当场 夜尘就坠落了下去 一口鲜血狂喷出去 整个弓体都差点爆裂了 他解开了修为静止 夜尘一脸骇然地看着黑袍人 修为明明在准天静 但为何会如此之强 夜尘咬牙坚持 难不成强如他 也受大储天地的压制 就算是黄静 圣静的修为 也被压制到了准天静 我看谁能阻我 黑袍人怒喝声如雷震 没有去杀夜尘 反而一手抓向了那金色仙池 然 就在他手掌即将触及到那仙池的时候 一道金色的人影 在金色仙池中幻化了出来 通体金光闪耀 如黄金融柱其身 看不清其容貌 却是强大的让天地站立 陈湛 见到那金色人影 黑袍人豁然退了出去 我不是昔日的陈湛 你亦不是昔年的穷仓 金色人影淡淡开口 缓缓从金色仙池中走了出来 虽看不清容貌 但却可以看到 那霜如星空深邃般的眸子 闪着金色的神光 你我前身共战天 将你的本源给我 我替你延续万古前的夙愿 黑袍人脸庞有些扭曲了 笑得猙獰 眼中能看到的 就只有贪婪 荒谷圣体都败了 你以为你行吗 金色人影缓缓驻足 默然地看着黑袍人 你敢藐视无 黑袍人怒吓 当即出手 掌心虽小 却肆若握着浩宇星辰 一掌压向了金色人影 新年的穷仓 辟逆天下 如今的你 只是一句邪灵 金色人影声音铿锵 当即出手 金色拳头 看似普普通通 却是蕴含了无尽的道法 最主要的是他的气势 乃是蕴含的无敌的战意 哄 一击巅峰对决 爆出震撼人士的轰鸣 那一方世界 刺眼夺目 已不能用眼去看破 叶辰能看到 就只是金色的云雾 以及金色云雾中 正在施展大神通对决的 两道模糊人影 好 好强 叶辰神色骇然 虽然他们 都不是西年的盖世强者 但如今的实力 叶辰也只能仰望 在他们面前 他就像是一只蝼蚁 哄 碰 这样的轰鸣声 不知何时才消散 我不敢 随着一声咆哮传遍这里 一道血淋淋的身影 在虚空炸裂成了血雾 仔细一看 乃是那个强大的黑袍人 金色云雾散去 才显现了那道金色人影 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的透明 看来之前短暂的交锋 也让他耗尽了最后一份心力 但 饶是如此 他的身影依旧高大雄伟 如山坚韧 他背对着叶辰 久久不曾言语 这边 叶辰已经亮亮 呛呛地爬了起来 恭恭敬敬地 对着那金色人影 行了一礼 晚辈叶辰 见过前辈 因果自在 莫要再逆天改命 金色人影依旧背对着叶辰 话语说得有些莫名 语气却带着岁月沧桑的沙哑 不知是在对谁说 因果自在 莫要再逆天改命 叶辰听得愕然 这边 金色人影已经迈动了脚步 每走一步 身体都会消散一分 带到走到那金色仙池前 他的身体 已经彻底化成了烟云 叶辰上前 但抓到了 只是一缕云烟 不知为何 叶辰心中有些隐隐的悲痛 僻逆天下的荒谷圣体 连走都走得那么淡然 他的消散 就如荡日的江泰虚和忠言 让人不由地叹息 多谢前辈馈赠 终究 叶辰还是对着金色人影 消失的地方行了一礼 待到起身 叶辰这才双眼雪亮地 看向了面前的金色仙池 扑通 二话没说 叶辰当场跳进了金色仙池之中 顿时 平静的金色仙池起了波澜 以它为中心 形成一个漩涡 磅礴的圣体本源 从叶辰全身各大毛孔 疯狂地灌输了进去 很快 叶辰全身的伤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地复原着 喀巴 喀巴 继而 便是骨骼碰撞的声音 从叶辰体内传出 那圣体本源似火炙热 甚是霸道 强势洗炼着叶辰的经脉 锻造着他的筋骨 啊 许事巨痛 让叶辰不由地嘶吼出来 咔嚓 咔嚓 很快 叶辰的皮肤裂开了 而后一块块地脱落下来 新生的皮肤显现 晶莹璀 闪着光泽 不只是皮肤 它整个身躯 都在荒谷圣体本源的 洗练之下而涅槃 此刻无论是单海 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 筋脉 肉骨 都变成了金色 就连流淌着的鲜血 也褪去了原来的颜色 变成了金色 哼 随着一道金色的神芒 从叶辰天灵盖直插天宵 它浑身都绽放起了金色神灰 璀璨夺目 通体留意着金色云气 就连发丝也染着金灰 整个身躯 都如黄金融柱一般 好 好 不知何时 叶辰身侧显现了一个 金光闪耀的世界 期间真龙盘旋 凤凰丝鸣 白虎咆哮 玄武拓路 有九天银河垂落 有磅礴聚月助力 有日月轮转 有星河璀璨 不 不 不 这样的声音接连响起 叶辰浑身每一个毛孔 都在吞吐着惊气 他的修为在一路攀升 从灵虚境第五重 破入了灵虚境六重天 从六重天杀上了七重天 从七重天登陵了八重天 从八重天真至了九重天巅峰 至此 他也只差一步 便是空明镜的修士 不知何时 叶辰身后的诸多异象 才缓缓消散 金色的光辉脸于体内 金色的神思透过毛孔 浇灌到了体内 呼 随着叶辰 一口浑浊的金色气息 被长长吐出 他这才睁开了双眼 此刻 他的毛子 变得越发的不凡 真就如昊与星空 连闪动着的眸光 都如金色星辰一般 睁开了双眼 叶辰慌忙内视自己的身体 看到的金光璀璨的一幕 经脉 骨肉 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 鲜血 都变成了黄金色 真正正正的钢筋铁骨 除了这些 变化最大的还是丹海 拓宽了十几倍不止 仔细您看 那金色的灵力海洋中 竟然有四神兽的神形 下方灵力海洋汹涌 上方竟然有浩宇星空 有音乐 交扬 像是一方世界 荒谷圣体本源 果然霸道 叶辰忍不住扬天长笑 声音甚是雄浑 如雷阵一般 本章完 第497章 一支金手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好 随着叶辰又一声大吼 他翻身跳了起来 磅礴的气血 滚滚的真元 给了他极大的自信 让他有一种 找准天境干架的冲动 咦 刚刚站起身 叶辰才发现 自己的白发 竟然变成了黑发 漆黑浓密 如铺流淌 仔细宁看 还染着金灰 也对 吞了圣体本源 进阶到了灵虚巅峰 寿源应该增加了不少 叶辰黑黑一笑 惬意地扭动着脖子 骨骼碰撞之间 还有雷电在撕裂 这是肉身强大的一定程度 才会具备的雷电 你压的 正当叶辰 惬意地舒展着身体之时 大骂声响起 那小人气急败坏地 从不远处冲了过来 因为 叶辰吞了圣体本源 他的禁锢解开了 这才冲了过来 见叶辰将荒谷圣体本源 吞得干干净净 那小脸 整个都黑了下来 你嘛 全给吞完了 你压一点不给老子上 小人冲到叶辰面前 上蹿下跳的没完 老子千辛万苦的 到最后 全都便宜你了 这小东西 体型只有拳头那般大 在叶辰眼前窜来窜去 晃得叶辰两眼昏花 之后 叶辰直接探出手 一把 将其抓在了手中 你应该感谢我 是我救了你 叶辰笑盈盈地 看着这小东西 说着还不忘 竖起了两根手指 救了你两次哦 扯淡 老子需要你救 那你要是这样说 我看我有必要揍你一顿了 叶辰当即 挽起了衣袖 啊 很快 这里便响起了 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待到叫声湮灭 才见叶辰拎着 那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小人 一条腿 在眼前晃晃 那小人整个看去 嘖嘖 就像是一只 粘不拉脊的癞蛤蟆 扶没 叶辰笑盈盈地 看着那小人 扶了 小人这次怂了 是彻底地怂了 满眼眼泪哗哗的 既然扶了 现在总可以告诉我 你到底是个啥了吧 为吗你长这么小 叶辰放开了小人 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我叫小灵娃 小人一边抹了一把鼻血 一边坐在了叶辰的肩膀上 随后还不忘自恋地 抿了抿头发 刚被揍过 没脸没皮的 小灵娃 叶辰摸了摸下巴 这名字意思 俺们邻足的人 长得都比较慢 小人说着 还趴在叶辰肩膀上 拱来拱去 最后才找了一个地方 二胡不说 张嘴就咬 似是要啃下一块肉来 你是灵足的 叶辰一脸愕然 却是没有去理会 小灵娃再啃自己 哇 果然 小灵娃一阵呲牙咧嘴 非但没有啃下叶辰的肉 反而自己的牙齿 被整掉了两颗 怪质怪涅槃之后的叶辰 肉身太过强大了 痛过之后 这小东西跟没事人似的 一边抠着嘴 一边说道 我也不知道 为吗在大处 在这里我找不到一个同族的人 只有诸多记忆而已 则则则 这边 叶辰一脸咋舌 远古九足 今天真是见到活蹦乱跳的 唇种血脉了 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小灵娃直接从叶辰肩膀上 跳到了叶辰头顶 先用小手拍了拍 还算硬实 这才盘坐在那里 就像是一个小和尚一般 这就对了吗 跟我混 准没错 走了 哥带你装逼去 说着 叶辰便向着外面走去 那个 咱能不能商量个事 说 我能不能给你 放点血 要不 也送你上天玩玩 刚刚出来 叶辰入眼 便看到了三道熟悉的身影 定眼仔细一看 乃是林浩 紫烟和青云 三人的脸色难看 形态也甚是狼狈 特别是林浩 从后背到前胸 整个是以森然的血洞 浑身上下满是剑痕 伤痕处还闪着幽光 化解着他体内的精气 被追杀 叶辰眉毛一挑 看向了林浩他们的身后 那里有滚滚的血气汹涌 似是在这无数的恶灵 哀嚎声不绝于耳 待到近了 叶辰才看清楚那人模样 乃是一个身穿血袍的青年 头发乃是一半是黑 一半是白 脸色森白的吓人 一双血色的瞳孔 闪着血色的幽光 手里还握着一条 富满符纹的铁链 风云六 罗刹 叶辰摸了摸下巴 相传 他的家族 乃是一个古老又强大的影视世家 时代相传的修炼秘法 更是独树一帜 你们 你逃得了吗 叶辰沉思间 那罗刹已经脚踏着血海而来 饶有兴趣地看着前方 血色的毛子 最终落在了紫燕和青云身上 眼中还有贪婪之色 林师兄 快走 他的目标是我们 紫燕和青云 挡在了林浩的身前 别傻了 林浩一手一个 将两人藏进了虚无空间里 而后握着沾血的杀剑 冷逝着缓步而来的罗刹 眼中 还有一丝决绝之色 也对 他林浩风云排行第五十一 而罗刹乃是风云第六 这实力的差距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作 你也配 罗刹冷笑 一步踏下 身形如鬼魅 手中铁链哗啦啦的作响 似是要把林浩锁住 而后拖进无间地狱一般 的确 罗刹的目标是紫燕和青云 他修炼的秘法 需要除子之血 而紫燕和青云的血脉 让他感到欣喜 这才一路追杀而来 然 就当罗刹将要祭出强大神通的时候 虚无空间 有一只金色的大手 突兀地拍了出来 那是什么 那金色的大手 出现得毫无征兆 而且速度快的 让他都反应不及 与其说那金色大手是拍向他的 不如说是他自己撞上去的 碰 当场 罗刹就被抡翻了出去 在半空中跌了好几个跟头 才坠落下去 是谁 刚刚爬起身 罗刹便怒吼一声 只是 还未等他稳住身形 那大手再次出现 是从他背面拍了出来 带到他回身 恰巧撞上 整个人就被对翻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了三丈还高 这 不远处 身形亮腔的林浩 看得目瞪口呆 那可是风云榜排名第三的罗刹 怎么被人打得跟玩似的 而且最吓人的是 他看到的 就只是一只大手 连是谁出的手都没看出来 这样的实力 简直可以凌驾 祸尊和鸡宁霜之上了 林浩看着看着 脸色变成了震惊 啊 林浩震惊之时 罗刹传来了咆哮声 被金色大手接连抡翻 整个人都变得血骨淋淋的了 他是最郁闷的 被拍得漫天乱飞 但到了都没曾看到出手的何人 大摔背手 虚无空间中 夜晨再次大展神威 一巴掌酣畅淋地抡了出去 再看外面的罗刹 刚刚站稳脚跟 整个又被甩飞了出去 只是这一次 夜晨干脆出手 将其拽入了虚无空间之中 本章完 第498章 要连有调用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棒 碰 哐荡 之后 林浩听到的 只是虚无空间里 棒碰荡荡的声响 带到罗刹被扔出来 整个人都昏厥了过去 脸色都还挂着郁闷之色 他到了还是不知道 出手的人是谁 这 林浩亮腔地走上前来 满眼金色地看着 被揍得不成人形的罗刹 最主要的是 当看到罗刹身上所有宝贝 被搜刮的金光金光时 饶是他的定力 嘴角也不由地抽搐了 按道出手那人 扫结的手段 不是一般的干脆 师兄 紫燕和清云走了出来 也是满眼的金色 到底是谁在帮我们 连罗刹 都被丝毫还手的余地 林浩沉默 双眸中满是明暗不定的眸光 会不会是霍尊和金宁霜 神窟之中 能打败罗刹的 也只有他们 霍尊和金宁霜 不杀我们就不错了 怎么会帮我们 林浩轻轻摇了摇头 陈寅道 况且 我感觉到的 也不是他们的气息 而且 就算是他们 也决然不会这么轻松打败罗刹 我根本就没看到 是谁出的手 神窟之中 竟然还有如此强者 紫燕和青云 纷纷骇然 三人谈论之际 有人路过 当看到昏厥的罗刹 顿然一惊 待到看到林浩一身伤痕事 又是一惊 很快便联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消息太震惊了 那几个人转身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一路狼嚎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风云第六罗刹 被风云五十一零号打败了 这边 林浩的嘴角已经猛猛地扯动了十几个来回 你他娘的不问清楚就乱造谣 老子排名第五十一 能干得过排名第六的罗刹 但 其他人却是不这么想 就因为那一阵狼嚎 整个神窟都炸开锅了 林浩能打败罗刹 扯得吧 我等亲眼所见 这 这有点太匪所思了吧 前后可是整整插了几十个名次呢 议论声中 林浩已经带着紫燕和青云 飞速地向着神窟出口而去 他这是稀里糊涂地帮人背了一个荣耀啊 一直以来 他都想把自己在风云榜的排名 网上提一提 现在的确如愿了 名次稀里糊涂地 从第五十一 提升到第六 不过这个跨度 让他着实不敢接受 不晓得 当他知道 出手救他们的是夜沉时 会不会当场实话 他们虽然走了 但传言还在继续 林浩能打败罗刹 真是笑话 霍尊不屑地一笑 眼中还有锐利的金光闪烁 出手的 必定是另有他人 或许 还不止一个 另一方 姬宁霜那边 华云等人 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姬宁霜 师妹 难不成神窟之中 除了那霍尊 还有另外一个人能与你匹敌 姬宁霜漠然 美眸中却是闪着隐晦之光 哇 此刻 打猛罗刹的夜沉 正跟小灵娃 在虚无空间中 顶头分赃呢 不得不说 风云第三的罗刹 储物袋中的东西 真不是一般的丰富 最主要的是 储物袋中有夜沉特别想要的金字 竟然有十几个之多 收了罗刹的储物袋 夜沉一步走出了虚无空间 而后 这丝丹手掐动了手印 一缕青烟飞出 幻化出了道身 变 变 夜沉和他的道身 纷纷一声轻斥 施展了变身术 再看他们变的模样 泽泽 不晓得霍尊和姬宁霜在这里 会不会当场掐死夜沉 没错了 夜沉这祸 变成了霍尊的模样 他的道身 变成了姬宁霜的模样 要问夜沉为何会这样做 他自然是为了冒充霍尊和姬宁霜去抢劫 夜沉可不会傻到 用秦宇身份去抢劫 因为秦宇这个身份 迟早都是要被戳穿 要是让那些个仇家知道 他夜沉就是秦宇 那对横跃宗而言 可不是个什么好事 霍尊 姬宁霜 来吧 小爷给你们找点事做 夜沉变化得很逼真 一般人根本认不出来 这样做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一旁 小灵娃一脸意味深长地 摸了摸下巴 要脸 有调用 夜沉当即挥了挥手 开墙 顿时 他与道身缤纷两路 啊 很快 便有惨叫声响起 一个正兢兢业业寻找宝贝的人 被夜沉一巴掌对翻了出去 你 霍尊 那人瘫倒在地上 神色惊恐 脸色顿然煞白 老师弟 我只要宝贝 你伤人性命 夜沉一脸笑盈盈的 很自觉地抓走了那人的储物袋 收了储物袋 夜沉腕里面扫了一眼 没发现金字 便将其甩给了小灵娃 做人家的大哥的 最起码也得给小弟整点好处不是 继续 干完一票 夜沉再次在虚无空间中顿走 啊 很快 又是一声惨叫 一个刚刚寻得一宗宝贝的人 当场被夜沉的道身打翻了出去 你 这人也如之前那人满眼惊恐 神色惨白的 还无血色 夜沉道身 干脆一句话没说 挥手抓走了那人的储物袋 转身消失不见了 只是 让夜沉失望的是 依旧没有寻到金字 接下来 夜沉和他的道身 目标就特别明确了 那就是 之前那些个恐怖的影视修炼世家 因为之前他出钱买金字的时候 那些个人 根本就无动于衷 果然 将一个实力不弱的人打猛之后 夜沉如愿地搜到了两个金字 还是这个靠谱 夜沉翻手收了金字 其他的宝贝 全给小灵娃了 嘿嘿 这个好 小灵娃抱着一堆储物袋 乐得没脸没皮的 我就说了嘛 跟我混 准没错 我还是想给你放点血 小灵娃眼巴巴地看着夜沉 你是不是有病 这么喜欢给老子放血 这你就不懂了吧 小灵娃从跳到了夜沉肩膀上 咳嗽了一声 这才说到 你晓得晓得 就你这具身体 全身上下都是宝贝 你的血中有荒骨胜体的本源 堪比灵药呢 还有这事 显然 夜沉未曾预料到这一点 那必须的 你现在虽然不是完整的荒骨胜体 但距离无缺的荒骨胜体 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要是放在诸天万玉 不晓得多少人打你的主意呢 我怎么感觉 我的身价 一下提高了好几千倍呢 夜沉一边黑黑笑着 一边抬手将一个人打懵了过去 而后将其拉进了虚无空间 哎 这都是命 要是吞荒骨胜体本源的 是我该多好 小灵娃一边哀声叹气 一边上下棋手 在夜沉拖进来那人的身上 翻来覆去地找宝贝 没事 哥罩着你 回去就给你放血 夜沉拍了拍小东西的小脑袋 这个好 嘿嘿 本章完 第四百九十九章 夜沉发威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接下来 夜沉和他的道身 就毫无节操了 刚开始是有目的地去打劫 到后来 直接不要脸了 贱人就抢 抢完就走 反正顶着的是 霍尊和姬宁霜的名号 他甚是肆无忌惮 以至于 偌大的神窟世界 随处可见的 都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 而且浑身宝贝 就连挂式 都被抢得一干二净 霍尊 我等于你无冤无仇 为何打劫我们 不知何时 一道带着愤怒的吼声 便响彻了神哭 金宁霜 我们又没招惹你 为什么打劫我们 继而 又有这样的声音响起 嗯 当听到这个声音 还在寻宝的霍尊 勃然大怒 他是何等的聪明 怎么想不到 是有人栽赃陷害他 是有人把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当听到这样的声音 也还在带着话云他们寻宝的金宁霜 翘眉也是一阵微凭 真是欺人太甚 仗着实力强 欺负人 真是可恶 随处可以听到的 都是愤恨和谩骂声 当真是怨声载道 一片连成了一片 是谁 滚出来 没有找到造谣者 或遵怒火冲天 而且 当听到一路来的谩骂 他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把其发泄到了别人的身上 以至于一路来 被他诛灭的人 不在少数 但 这在别人看来 就是恼羞成怒了 欲要杀人灭口 更加坐实了 他就是凶手 另一边 也在满神窟找叶晨的金宁霜 也未能找到叶晨 金宁霜倒是没有什么 倒是话云他们 听到谩骂声 忍不住出手 却是越描越黑 而此刻 叶晨正蹲在虚无空间里 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一切 要抓紧时间 我感觉神窟不久后要崩溃了 小灵娃抬头看了一眼虚空 难道是因为我吞了荒谷圣体本源的缘故 它是支撑神窟的主要动力 以至于这次神窟开启的时间 会大大减少 恐怕 神窟自今日起 便会不复存在 是要赶快了 夜晨慌忙起身 那些人身上的金字 要一个 不拉的搞回来 不然出了神窟天大地大的 老子去拿找他们 啊 啊 接下来的惨叫声 就频繁了很多了 两人的速度极快 每撂倒一个 就会直奔下一个而去 而且是 专挑十里强的下手 有水多吗 继续整 简单地分好了宝贝 夜晨和小灵娃 再次上路 很快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再次接连响起 神窟之中被打猛的人 也越来越多 风云榜前十 除了霍尊和鸡宁霜 笔游之外 多半都遭遇打劫 谩骂声越来越多 那些被打劫的人 各个神色愤怒 本来 进神窟都是来寻宝贝找机缘 现在倒好 宝贝没寻到 机缘没撞到 还被人打劫了金光 因为夜晨这丝 霍尊和鸡宁霜 不断地替他背黑锅 最气人的是 霍尊和鸡宁霜 到现在都不知道 是谁在陷害他们 轰 轰隆 很快 大战的波动 响彻整个神窟 再看大战的双方 不用说便是霍尊一方 和鸡宁霜他们一方 霍尊以为是鸡宁霜 在陷害他 鸡宁霜猜测 是霍尊在污蔑他 如此 两方相互猜忌 都在火头上 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大战 碰 夜晨已经再次用打神鞭 敲猛了一个 随即 那人的储物袋 连带着全身的宝贝 都被收走了 而此刻 仪器化三清秘术的时间 限制也到了 回归了夜晨的身体 差不多了 夜晨收走了储物袋中 一个金字 而后看向了神窟的天空 我能感觉到 用不了一刻钟 神窟就会崩溃 不抢金字了 小灵娃一边把储物袋 塞进了裤裆里 一边看向了夜晨 还抢毛线 除了那货尊和金鸣霜 其他的人差不多抢过来 一遍了吧 说话间 夜晨已经来到了神窟的门口 想要出去 一步足矣 然 就在两人即将离开的时候 神窟深处 传来了一声轰鸣 一座巨山 轰然坍塌了 嗯 夜晨不由地回头 寂静眺望之下 夜晨看到了深处 有金光闪耀 金色云气汹涌 最重要的是 他看到了一个个 金灿灿的字 飘飞了出来 而且数量 还不在少数 这么多 夜晨的双眼 当场变得赠光瓦亮 哪还有心思出去 当场就又杀了回去 碰 轰隆 那边 已经开打了 轰隆声不断 皆是为了抢夺那些金字 但 那金字连成了一片 跑得不是一般的快 就连霍尊和金灵霜出手 都没有抓到半个 追 霍尊第一个追了上去 追 金灵霜速度也不慢 快快快 身后 呼啦啦一大片人 全都涌了过来 那可都是钱啊 那连成一片的金字 似有灵性 好似也知道 神窟要崩塌 这才组队向着神窟外飞去 如此 夜晨从神窟门口那边 往里飞 霍尊 金灵霜那些往外追 目标皆是那成片的金字 给我停下 霍尊冷哼 大手横天 禁锢了虚空 将那些金字 全都定在了半空中 而后大手猛然抓来 要把那成片的金字 收回袖中 嗡 但 金灵霜 怎会给他机会 九天玄灵 只如神盲 一指洞穿了虚空 直指霍尊 头颅而来 见状 霍尊脸色 顿然一变 当即收手 闪身后退 怒喝道 你敢偷袭我 天地之物 有缘者得知 金灵霜 神色淡漠 那我就先灭了你 霍尊冷哼 一手抓了太阴之力 汇聚成弥天掌印 灵天拍向了金灵霜 金灵霜 神色也瞬间冰冷了下来 逆天杀上 九天玄灵印威力无品 哼 两道掌印相撞 接连崩溃 一道庞大的光圈 无限制地扩散 修为弱的人 当场就被撵成了血污 碰 哼 虚空之上 霍尊和金灵霜再次大战 场景异常地浩大 那些个对金字眼热的人 丝毫不敢上前 生怕冲上去 会遭到金灵霜 和霍尊的联合轰杀 不过 他们不敢 不代表某些人不敢 此刻 叶辰已经杀到 躲在了虚无空间里 先是瞥了一眼 那霍尊和金灵霜 这才把目光放在了 那被禁锢在虚空的 那些金字身上 起码有两百之多 叶辰约目 孤寂了一下 看得眼中都差点冒出火焰了 赶紧整 整完走 那必须的 当即 叶辰探出了手掌 幻化成了金色的大手 横扫了虚空 将那近两百个金字 全都抓了回来 靠 下方有人爆出了粗口 这谁啊 这么掉 我的东西都敢抢 找死 果然 有人抢夺金字 让霍尊不再与金灵霜大战 勃然大怒 而后一掌横空 临天而下 压榻了那片空间 这一边 金灵霜也存在着某种默契 不再与霍尊纠缠 混合密法的庞大御守 也临天拍落 轰 轰 两人接连出手 方圆千丈的空间 都被压得崩塌 你们牛逼 叶辰被逼了出来 二话不多说 转身就跑 本章完 第五百章 一条二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想走 霍尊暴怒 脚踏着太阴之海 当即追杀而来 与他不分先后的金灵霜 速度也快如神盲 至于身后那些人 也一窝蜂的全都涌现了过去 他们倒是想看看 赶在太阴真体 和玄灵之体 眼皮底下强宝贝的人 到底是谁 轰 轰隆隆 于是乎 神窟内的轰鸣 再次接连不断 朕的神窟都微微晃动了 尼玛 老子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啊 终究 前方的夜晨发飙了 豁然停住了身体 神窟外 听着神窟中轰隆声不断 漫天的老家伙 都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各个面面相去 里面这么强的波动 难道有法宝出事 这十线即将到了 怎么都还不出来 都还在抢宝贝 八成已经在路上了 希望我家宝贝孙子 寻到好宝贝吧 扑 议论声中 一道身影 从神窟中倒飞了出来 仔细一看 乃是风云榜上的弟子 而且排名 还在前三十名之内 见状 一帮老家伙神色一正 扑 扑 扑 还未等所有人 反应过来之际 接连的吐血声响起 一道道狼狈的声音 从神窟中倒飞了出去 而且看架势 是被人打出来的 碰 哄 接下来 还有更多狼狈的身影 倒飞了出来 其中不乏风云榜恐怖的弟子 是何人出的手 一帮老家伙纷纷怒喝 因为被打出的人 有很多都是他们家的弟子 暴怒声中 几乎所有的老家伙 都看向了 嗜血殿和郑阳宗这边 能有如此实力 近乎横扫了这么多人 他们能想到的就是 太阴真人祸尊 和玄灵之体 机宁霜 是他们既不如人 嗜血殿 以血刨人戏虐的一笑 此人是后来才到的 而且感知之下 这次竟然是一尊准天境 而且 实力还不是一般的强横 不然面对那么多老家伙 也不会那般有恃无恐 实力不行 是他们没用 郑阳宗一个黑袍老者 也是无比的强势 冷笑的环视四方 看样子 也是一个修为实力 恐怖无匹的强者 你们 见是血殿和郑阳宗如此 四方的老家伙们 神色纷纷一冷 哼 哼 对于这些 是血殿和郑阳宗的强者 纷纷一声冷哼 碰 正当气氛压抑到极点之时 一道浑身三彩神霞营绕的倩影 倒飞了出来 玄灵之铁 见状所有人眼眸都为之一秘 而郑阳宗的人 脸色顿时难看到了极点 激凝霜被打出来 这是意味着 他败给了太阴真体或尊吗 相比郑阳宗 嗜血殿的人 神色就不可一世了 连玄灵之铁都被打出来了 赢家还用说吗 除了他们嗜血殿的圣子或尊 还有别人吗 如此 昨儿乃当之无愧的风云榜第一了 嗜血殿那血袍老者 一脸优笑地捋了捋胡须 然 他话语刚落 一个浑身萦绕黑色太阴之力的人 也倒飞了出来 太阴真体 刚刚喧闹的现场 再次炸开锅了 而随之 嗜血殿的人 脸色也顿然大变 这 这什么情况 太阴真体和玄灵之体都 都败了 这出手的人到底是谁啊 现场 人山人海 议论声惊骇声 连成了一片接着一片的海潮 如今的一幕让人无法置信 碰 很快 一声轰鸣响起 止住了所有人的议论 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向着神窟的大门汇聚而去 到底想看看 接下来走出的人是谁 碰 碰 碰 神窟中 传来碰碰的声响 仔细聆听 那碰碰声响乃是人走路的声音 很有节奏 沉稳如山 万众瞩目之下 叶辰缓缓走出 身躯挺拔 如黄金融柱 浑身萦绕着金色神灰 璀璨夺目 就连浓密的黑发 也沾染了金色神器 他不乏沉稳 气势通天 四若一尊征伐万遇的战神 让人不敢直视 秦宇 看到叶辰出来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怎么会是他 难道就是 他把太阴真体 和玄灵肢体打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他灭了侯天煞 也只是风云排行第八啊 他一人能挑了祸尊 机宁霜 以及那么多实力不弱的人 现场 因为叶辰的出现 变得格外不平静 议论的海潮 是一片压过一片 所有人的神色 也各不相同 诸如那些进入神窟的弟子们 各个都是脸色苍白加恐惧 叶辰就如一头沉睡万年 而苏醒的洪荒猛兽 就在刚刚 他们所有人都被他打得 毫无翻身之力 诸如那些老家伙们 各个表情疑惑和震惊 诸如郑阳宗 和嗜血垫这些 脸色却是阴沉到了极点 碰 议论声中 叶辰已经驻足 许是身躯太过沉重 落地的声音 都有轰鸣声 都说了别惹我 你们非不听 傲视着四方 叶辰很是惬意地扭动着脖子 你到底是谁 第一个走上前的 却是姬宁霜 她一步走上了虚空 淡漠的美眸 凝视着叶辰 如天籁的般的声音 就如美妙的仙曲 在天地间经久不散 叫我秦宇就好 对于姬宁霜的问题 叶辰回答得很是随意 依旧惬意地扭动着脖子 你不是秦宇 那你要是不信 我也没办法 是与不是 待我撕下你的面具 再说这句话也不迟 姬宁霜的话语清冷一分 而随着她话语跌落 她的气势豁然暴增 瞬间契合了天地 只是 还未等她动手 霍尊已经先她一步扑杀了过去 她只能死在我手里 霍尊怒吼咆哮 满眼的凶宁 神窟中的一幕 她是记忆犹新 她堂堂嗜血垫圣子 万年难遇的太阴真体 竟然被叶辰一巴掌打了出来 这等耻辱 她不能容忍 你的道行差远了 眼见霍尊扑来 叶辰冷笑 也是强势无比 豁然上前一步 没有任何的密法 金拳轰出 霸绝无比 碰 霍尊被叶辰一拳震的蹬蹬后退 正 另一边 姬宁霜的攻击已经到了 一剑已经洞穿了虚空 道转的阴阳 逆行的乾坤 无比的强大 而且是针对灵魂的攻击 威力不弱 叶辰神色冷漠 金色大手当即探出 铿锷 当场 姬宁霜无比的一剑 被叶辰生生攥在了手中 荒谷圣体之霸道的肉身 让叶辰有足够的资本徒手硬汉这一剑 两人就这样助力在虚空对抗 姬宁霜握着剑柄 叶辰握着剑刃 你到底是谁 姬宁霜没有抽出杀剑 却是死死凝视着叶辰 这是他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 您看世人口中的秦宇 当看到 那双冷漠的毛子 还让他 有过一瞬的恍惚 给他一种颇不真实的感觉 我说了 我叫秦宇 叶辰悠悠一笑 金拳力道惊人 竟然生生将 姬宁霜的杀剑阵的粉碎 强如玄灵之体 也被迫后退 我还有事 你们慢慢聊 震退了姬宁霜 叶辰当即迈动脚步 本章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